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 4号联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网络攻击他国的相关情况 为遍布全球的网络攻击受害者提供参考和建议 2020年360公司独立发现一个从未被外界曝光的网络攻击组织 使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相关联的网络武器工具 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目标实施网络攻击 攻击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并且延续至今 目标涉及各国重要信息 基础设施 航空航天 大型互联网公司 以及政府机构等诸多方面 由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联合成立的调查组发现 美国中情局大量使用零日漏洞 在世界各地建立僵尸网络和攻击跳板网络 针对网络服务器 网络终端 交换机和路由器 以及数量众多的工业控制设备分阶段实施攻击入侵行动 联合调查组从中国境内受害单位信息网络中 捕获并成功提取了一大批与美国中情局紧密关联的 木马程序 功能插件和攻击平台样本 这些相关网络武器都进行了极其严格的规范化 流程化和专业化的软件工程管理 而目前只有中情局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和规范开发网络攻击武器 通过时政分析调查组发现 中情局的网络武器现已覆盖全球几乎所有互联网和物联网资产 可以随时随地控制别国网络盗取别国重要敏感数据 而这无疑需要大量的财力 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撑 目前联合调查组已将相关情况提供给中国受害单位所在辖区的公安机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